好那接下來呢我們是要開始把那個剛才在3D Max裡面做過尺寸校正然後設定跟Cura 同樣為最小單位是Aman的一個設定之後我們有輸出一個STL的檔案嘛 那這邊就要跟大家分享怎麼把這個檔案匯入到這個Ultimaker Cura這個軟體然後再做一些設定 那其實在開始設定的時候各位的畫面應該不會像我一樣會有一個 像列印範圍的一個方框這是我之前已經有先做過一些做過英國的東西 那一開始的畫面應該會像這樣我們來點一下 應該是會有一個 像這樣的一個畫面一開始打開應該是只有這個畫面 那這畫面其實是在告訴我們說我們現在要先設定一台 專屬於你的 辦公室或是你的實驗室 那一台310機的一個初始的設定 那這邊因為當然他自己有自己的310機嘛所以他會有一些預設的 數值 那如果你的310機沒有在上面的話沒有關係你就直接選這個Customer 我們的這個 是設定或客製環把它點開 裡面就有一個 Customer FFI Printer 你就直接選這個選項之後在這邊可以打自己 要的一個你的 310機的名字 好就把它打上去 一般會打型號啦 型號比較好去辨識說你實驗室可能有兩台以上就知道那一台是你的 某一台 那我這邊因為做一個 誠 這個Print 裡面呢他的一些setting 比方說他的一些 寬度啊深度高度這些的一個尺寸 比方說其中一台 他可能是 印15立方公分的大小 我就可以把那個15立方公分的數值 因為這邊是MM 這次為什麼上一部 上一部影片 有提到一個重點是 為什麼3MAX很多人都說 問題丟進去尺寸都不對 然後很難用 是因為其實他們沒有理解到說那是尺寸 在MAX的環境就沒設定正確 當你說你如果硬要說 因為沒有設定那個東西所以 轉過來會錯 這件事很麻煩的話 這倒也不太完全合理啦 因為設定那個其實蠻快的上一部影片你們可以聊得到其實蠻簡單的 好 那其實 如果你是要做一個比較精準 之前上有提到啦要做一些精準的比方說你要做的是齒輪啊然後一些構建啊零件啊釘子啊或是一些什麼 做機 機構或是機械作動的一些parts一些零組件的話 的確3MAX不是一個好軟體 因為他本來強大的就是在那個 Poly的建模 他的曲面跟 精準化建模那一部牆 所以如果是要精準這件事的話 就會去選 我上個之前有提到的 你就會去選 Sideworks 或是選以前的 Pro1現在叫Kryo 如果你要提到是曲面化的話 在早期可能 Altodex同樣也叫Alias也不錯 但現在其實Rhyno應該算是比較好用又比較簡單一點 又好上手 所以我覺得Rhyno應該是比較好選擇 對 那 這三個不同方向的3E軟體本來就是 不太衝突啦我覺得你如果其實熟悉其中一套的話 你跨另外兩套 只是邏輯 建模邏輯跟觀念上要改變成我剛才講的 你今天建模是哪一個類別 3R類別的哪一種 你再去換 再去換邏輯去用軟體操作 基本上三個軟體都精準的人 不少啦 對其實是可以做到 好回到這邊來看 那這裡我們就是把我們的範圍設定好之後呢 這邊有一個是他的 Build Place Shape 我們這個 Build Place 講說我們的建構的這個 Place 平台 平台的這個形狀 一般來說就看你的3E列印機是圓的還是方的 像我那一台是方的我就選方的 Retang 這個Retangular就是我們的Retangle 那個 方形的 形容詞 Retangular 那這個是橢圓的我們選方的 好 然後這邊的這個 編碼 我就選這個 我用這個 好 那我們就可以按Next 這邊還有一個是他的 Printhead 他的 噴頭 噴頭的設定 這邊的設定我就不去做設定 因為噴頭設定要看每一台機器的那個 屬性跟參數去調整 所以這個東西一定要去看原廠的那個機器 他在針對 噴頭的 高度那些的 因為他噴頭有厚度嘛 所以你在噴 料的時候不會是剛好0 座標是0.0 一定會有什麼-10 -15之類的 所以那個跟每一家的機器的 原廠他都有些網站資料去看 那這邊我就不做說明 主要是這個 部分要先設定 就知道看你的 噴頭大概是 什麼樣的設定在那個 3E列印的軟體裡面 好 完成之後我們會看到這個MyPrinter 好他解釋一樣因為我要尺寸都12-15公分 好像這樣子 好完成之後呢 這邊 我們可以來把我們在旁邊有個資料夾這個 打開檔案 我們可以把剛才丟在桌面上的這個MAM STL檔把它開啟 好 各位有沒有發現 他進來的尺寸其實非常非常精準 就是 有沒有 這個 144.5公分 大概就是14.5公分 只有差很小很小的 0.5 mini 很小很小的差距 因為我那個方寬的時候切到頭沒有完全切到 我進來的時候其實他的 大小是蠻OK的 而且他的模型也沒有出現那個紋路 沒有出現紋路代表說他其實沒有超出列印的範圍 好 那旁邊這邊有稍微介紹一下我們點這個模型 你看旁邊這邊 這邊是可以做一些簡單的 移動啦 比方說你用數字key 譬如說從那個 綠色是歪嘛 你可以加個 10mm 他就要往前移 因為我們其實在3E列印的模型進來的時候 第一個重點就是看他有沒有超出列印範圍 這很重要 有超出的話我會建議 回到原本你的3E軟體去修那個尺寸 當然有人可能會比較苟且啦他就直接改這邊 那改這邊呢 也不能說不對 如果說才95% 等這邊的uniform把它鎖起來 他就會等比說他會高出現在的尺寸 你可以把高度調整到比較 我覺得到 14.5 145 我一定要 14.5的高度 像這樣 這樣也是OK 這樣也是OK 但是其他的就會 其實這樣也蠻快的說實話 這樣就讓他OK 其實我這個東西本來之前就有校正過他差距沒有很大 就稍微 比例調一下就OK了 這樣應該就比較沒有太大的問題 好這是鎖房部分移動的部分 然後再來就是 旋轉 其實旋轉這個功能 最大的目的就是說有時候我們在印這個模型 我們會想要知道說他 可能有幾個角度看起來料跟花的時間會差不多 我們不曉得哪個比較方便 應該說哪個效率比較好 我就嘗試去轉 我去轉一下 好 希望說可能讓他這樣倒斜的 他就會往下掉 當然我們都知道往斜的這樣倒這邊 等下這邊的支撐材料會花很多 支撐材料現在都往這邊倒 一定是不會比較有效率的啦 可是這個會發生在有些造型的形狀 他可能 四個邊差不多 那我們想要 看看 他怎麼擺 花的料會比較少 或時間比較快 有時候是快料少 有的是料少 可能比較少 但是會慢一點 他有時候會有不一樣的狀況 所以為什麼要那個 斜切片這個功能 這個功能就幫我們先計算說 這個模型 他大概會花多少時間用多少料 然後還有他支撐材材會怎麼漲 我們去判斷一下 這個我們先把他講 我等一下再講一個部分 好這MIRROR就是近色 可以這樣轉過來 因為有的時候我們印可能不會只印一支啦 我會是印兩支 我會印兩支 比方說我可能再開一支 我會這樣 我可能會這樣子印 那這個時候 那個東西 他的距離什麼都可以調得好一點 比方說這個 過來一點 也許中間還可以再印一支 可以再印一支 好像這樣 只要不要超過你的列印範圍 他是可以擺很多支在裡面 這是為什麼他可以去移動跟操作的部分 這三個比較主要 然後差不多OK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來做一下 切片這個動作 我還是先印一支就好了 印一支就好了 主要是這一支去做一個設定 好 我們先把他的世界坐標 歸零 放在正中間 好 我們就來開始切片 我們先進去 我們先進去 我們先進去